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進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9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肺炎資源體來勢洶洶 許樹昌是倡議再戴口罩 最新的倡議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令哪一雙袁國勇倡議口岸 應該要做好篩查 局長有回應 看來暫時未會這樣做 是為何的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講講治安消息 據報愛民村刀光劍影 兩個男人打到飛起 是怎樣的一回事和各位一起講講 講到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進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肺炎資源體個案是增加的 許樹昌估計入院的數字會繼續升 呼籲人多擠迫的地方要再戴口罩 報導的內民提到 內地爆發肺炎資源體個案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在今天12月9日表示 內地個案現已回落 香港在8月錄得藥膜50宗資源體入院的個案 9月到11月已經由110宗增加到170宗 當中5%至10%的患者是併發肺炎的 大部份都是40歲或以下 部份有免疫問題或高風險人士 就會有嚴重的併發症 包括肺炎 腦炎 影響腎功能 和溶血性貧血等等 他估計入院數字將會持續上升 呼籲市民在人多擠迫的地方 和公共交通工具上要戴口罩 並保持搜捕清潔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許樹昌都倡議 說人多擠迫 交通工具之上要再戴口罩 未知港府會否有所回應 因為人家澳門規定入長者院舍 康復院舍的時間要強制戴口罩 另邊商有專家倡議 邊房口岸要守得緊 做些檢疫 篩選的工作 不過局長看來並不認同 根據AM730另一篇的報導 袁國勇等人倡議口岸篩查 是防止新發的傳染病 盧寵貿局長就說 非個別專家提出就要即時執行 報導的內文提到了 袁國勇等人的專家建議在非疫情期間 仍然要篩查發燒等等的入境旅客 以防新發的傳染病在香港爆發 局長盧寵貿回應 在邊境加強抽查 可以令政府及早發現未知的病原體 但每個政策都不可以只看結果 要考慮整體社會付出的代價 特別是針對某些地區 要考慮對國際的影響 盧寵貿強調會考慮每一位專家提出的意見 但亦都並非因為某個原因 或者某位專家提出 就要即時執行政策 盧局長重申 新冠、流感、肺炎、資源體等病毒 都屬於已知的病原體 在社區及邊境旅客身上發現 並不奇怪 政府不會採取任何強制措施 隔離相關患者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日前袁國勇跟其他專家一齊贊聞 就說到香港在非疫情期間 即未爆發之時 就應該在口岸要開始做些篩查 那個防守工作 若然發現有旅客發燒的話 就應該要檢查一下 不過盧局長並不認同 就認為不是某位專家說 就要即時做這樣說 喂大哥你不即時做 你何時做才行 接下來是冬季的 今年還要有肺炎資源體 內地已經有些個案 是有塑膠化的氣管炎的問題 對一些長者小孩來說 這個病可大可小 不過暫時局長並不考慮 即時去做口岸的篩查 簡單來說 就是盧局長就說 未會應袁國勇的要求 在口岸提出做篩查 不知道大家網友有何看 不妨劉國賢說一說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愛民村刀光劍影 兩個男人打到飛起 網友眼尼發現 他手持的武器的真身 報導的內文提到了 網上流傳一段 發生在何文田愛民村 鳥陷的格鬥短片 片中兩個男人 懷疑在井字形公屋的地方 在地上追逐 倒光劍影 動作充滿張力 在昏凰街燈影照之下 唯美效果滿滿 回應的網友大讚 從攝影角度 動作表達 到地上線條都充滿藝術感 有眼尼的網友更加懷疑 揮舞時閃出光芒的武器 究竟他真身是甚麼呢 話說有網友日前 在Facebook專頁上載短片 短片雖然錄到現場殺星震天 但由於距離太遠 加上有回音 就很難聽清楚對話內容 不過事情的來龍去脈 對食翻身的網民已不重要 因為兩人聯絡的肢體動作 和拍攝出來的光影效果 已經夠好好欣賞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據報有網友眼尼 就認為這個人並非持刀 而是持間尺 其實會不會是兩個人喝醉酒在玩呢 因為最後其實是抱著一起走 認真奇怪 結果相關的消息在網上廣傳 這個格鬥究竟是真還是假 還是只不過是拍戲 真是不得而知 另外也講講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有個自私症 豐田私家車 拍證這個停車場的樓梯口 阻礙逃人半輪椅 網友就說這個真是壞人 報導的內容看到 事主在Facebook群組 馬路的士討論區發帖文 並上載了四張照片 指示發在上個星期日 12月3日晚上 有輛黑色的豐田私家車 停拍在某個屋苑的一樓停車場 仔細看就會發現 司機所停拍的位置 並非正式劃分的車位 那個位置原屬行人樓梯位置 雖然他的車身未至於 完全覆蓋樓梯位 但巴佔了不少空間 車頭部分也都明顯被石柱突出 鐵文一出 有網友認出事發的地點 是屯門的蝴蝶村 認為司機舉動自私 夜雨 他的車底寫著專用車位 你又看到嗎 只有他看到 也有人說算是這樣的了 讓了條路被人下樓梯 你看司機位都出不了的 不過另外有人覺得 沒有阻礙人就行 事主回應指當時他親眼目睹 有個年輕男子扶著伯伯 下樓梯 同時又要兼顧搬運那個輪椅 其他人都不禁諷刺 大家也可以在那個閘口位 都不會阻礙輪椅出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原來發生在屯門的蝴蝶村 這個位置很明顯不是車位 但為何拍了在這裡 就不得而知 拍這個位置也都阻礙到逃人出入 雖然留下條路 不過據了解 事主當時看到有個年輕人 扶著伯伯下去 另外又要兼顧一格手動輪椅 相關的照片也惹來很多網友的炮軍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土瓜環垃圾站起火 話說有個男子掛著看消防員 拖喉救火 結果自己擊倒 受傷送軟 報道的內容提到 土瓜環有垃圾站是閉門失火的 昨天下午 據報垃圾站的秋風吵冒煙 驚動保安員報警 消防到場發現面積超過100呎的垃圾房裡 其中一個垃圾桶起火 動用一隊的搜救隊撲救 十幾分鐘後將火救星 現場可見 塑膠的垃圾桶外殼被燒毀 垃圾四散一地 現場消息說不少市民駐足為官 期間一名男子疑似被消防喉是半島的 面部刷傷流血需要送軟治理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場火本身起火原因無可疑 不過想不到旁邊有個插曲 有人掛著看消防員救火 結果被消防員救火的喉嚨 被擊倒 兼且受傷送軟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繼續勤力拍片 尤其是用這個方式 繼續努力陪著大家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